我們為了提高這個節能的用因 那第二個決議是助長的用電 就是1001度以上 那排除使用微生補具的腥脹家庭 那電價將調漲9% 每個月用電量如果是1001度的話 超速的那一度會調漲9% 那區域的1000度都不少 如果下月電價一期就兩個月 低於7904元的話 它就不會收到調漲 那如果是非下月的話 兩個月低於6,592元的話 它也不會收到調漲 針對高壓跟特高壓的產業用電的部分 那調漲電價15% 那這個高壓用電的均價 將從每度2.690元 調漲為3.1039元 那特高壓的部分會從現在的 每度是2.2354元 調漲為2.5707元每度 那這個部分我們考量內需產業 受疫情的衝擊 排除了融魚、食品、百貨、餐飲、電影院、 健身房6類產業的高壓用物不調漲 那這個部分被影響的這個產業用物 大概有2.2萬戶 提供出的 既然於是 感谢观看